我觉得乐岩算是一个前期进攻欲望比较强的选手 也比较喜欢操作 打架能力也比较强 我觉得他的加入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我觉得他跟Rookie的风格算是比较相近的 因为Rookie也是那种比较喜欢对线打人 也比较喜欢打架的选手 我觉得他们两个加在一起也是比较适配 然后他给我们团队带来的帮助可能就是 我们前期可能现在成为了一个前期比较强的队伍 就是前期比较能进攻 之前的话可能我们比较偏平稳一点 然后比较偏控资源打团这种 我觉得进攻算是一个风格比较明显的队伍 就是我觉得他们打野跟AD就是carry能力就是比较强 然后他们其他三个人就是就保着那两个大哥发育 然后打团 我觉得对上他们的话 可能我们就是要比较注意一下他们的打野跟AD 然后让他们玩的不要那么舒服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队伍目前来说就是 目前的目标应该还是先把京东赢下来吧 就是我觉得打他们的话 可能我们要需要每个人做的更多一点 然后每个人状态都保持好一点 这样才能去打后面的比赛 因为我们如果赢了京东就是也能打猫猫赛嘛 但是输了的话就是等于放假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把京东为目标赢下来 然后再去想其他的事情 东风指的这个第五名的成绩的话应该不满意吧 然后比较可惜的那一场就是 大李宁跟那个BLG那两场吧 然后就或许的话应该大家都一起努力加油吧 打野之后位置的话确实高风险高收益吧 然后我一开始就是什么都不管就会自己很非 但现在的话多关注队友吧 现在队友的目标的话先赢下来下一个BL5吧 然后军季赛的话就差一步进决赛有点可惜吧 那乐言要继续玩杰拉吗 完全可以啊 今天他们就是靠着杰拉 打下半区打出来的 继续杰拉 乐言吹了吹头发 五选杰拉 再加上雷娥娜前面这三选足够的强势 是这样的 中心影响力太小了 那这边如果要掏匣了呀 在这种决胜局 玩自己最熟练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泽力也是给你抢过来 是吧 逼得你去玩匣 那双方这种效率 最后是卡莎和霞 比较复古的 AD在下轮的对拼 首次开鳄鱼出来 山极哥今天的第一盘鳄鱼 而小乐言今天是五把杰拉 上半区一开始就要打对撞了 苍军之约先锤出来 宝女补上一标 闪现找 同时着埋伏在远处 弗兰多万万没想到 你的辅助出现在上半区 和线一人一只 中路队线依旧是军事的情况 对 强强激光命中了 若可以直接花脸 一旦命中直接花脸 这个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Ruler选手自己的皮肤 紧急双方 一直到有进化 把杂根让出出 但是W空掉了 乐言正在赶 除了爆钩先找你辅助 但是missing的位置已经走不掉了 毕竟乐言是先赶到战场 节奏确实更快一些 嗯 还是杰拉更快一步啊 17吧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中路的一波互相换血 是Rookie这里先到6之后交了大招 是 乐言也带着Rookie和小卓 中野辅三根联动起来 但杰斯正在路上 四包三 先一炮招呼过去 河道军姐先蓝色包拿下 日女一只 直到卡拉贝 但自己位置也比较危险 开了W暂时是比较皱的 闪现躲标 旁边Rookie和牙膏 两个中单有一波草丛 收了牙膏 空了点导弹 蹲住了草丛的NIP 捆住 捆住辅助了 日女再一只 这一次是被玉铁树给踏开 但是Rookie这个时候 血量是比较低了 杉吉哥赶到战场 蓝色方式有一个核道训练线 给他们加速的 Rookie有点过不来了 没错 而且她的TP处于CD的状态 没有办法赶这过战场 海格斯闪现过来 女坦暂时指不到人 杉吉哥闪现好了 闪现W 第二个闪现 还想做事情 Kyu能转一下 女坦拿到这个人头 并且Kyu能拍出了卡拉贝 下面Rookie 躲过了一个极限的导弹 并且反倒是牙膏 自己很危险 一个花一个人 一人A一下将其击落 线上抗压 团战当中去 给自己的队友冲锋陷阵啊 我哭死 这几乎是闪现刚转好 是吧 就直接用了 有就用 早用早CD 而且队友还能够得便宜 我们看到 坐在屏幕正中央的 也有点多哟 想要去找一下 圣强哥的麻烦 直接越强过来 Rookie W没能减速到 那抢人的光没中啊 是的 而且神奇哥闪现没转好 闪现转好了 说不定又W开了 这波弗兰德回去之后 身上是有踢的 完全不虚 牙膏身上有踢踢 右边双踢 但是NMP已经在抢时间了 先来一只 又想抢开 一个ER 但是说连招没有连到一起 可能卡拉贝还是被击杀了 卡莎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山极哥又把第三个闪现 给交出来 超线爆闪 强传极光一起用 想要去找圣强哥 圣强哥在塔下 不停地走位扭Q 直接向交踢回去 交踢P 山极哥想了想 我就不扛了 扛着万一带不走 两个人控制的距离都很远 最终还是被留在原地 这次就是说小卓 但小卓第一时间开了W 翻手Q连的一拍 吉勇只是气到辅助 小卓哀了一棒碎 同时霞的盗鬼命中 最后杰斯弗兰德拿到人头 很有点子 直接卡兵线 而且甚至小卓 开两个 有个人进化节 但是卡拉妹没有进化 有机身 规避了第一时间 往后面还是交了不闪现 比较求稳 哇 这波卓开得太关键了 是的 这波要把山极的TP给逼出来 是的 两边互逼TP 但打得还挺快的 确实很快 但是时间来 又被打掉了 众人也到位了 乐严要被控制住了 乐严 先躲一个Q去呢 暴女先把龙给撑下来 没有卖掉Missi 那卖Missi拿大龙 也完全能接受 完全可以 做个爆炸果汁下来 山极想绕 但这个口子 一直被金针防守着 不让他过来 花粉也可以照一下他 卓这里已经扛成了 一半的血了 先动小龙 先找Missi 也没指到 5000多的血量 双方可能要比拼一下 惩戒了 1000多 红字号沉到 是的 卡拉妹把机身开出来 但是被压子取成了 没有 他躲开了 虽然说也被鳄鱼 红毒W拍了一下 但是也快速地醒来 像杰斯 鳄鱼这些英雄 到后面会比较的疲软 牙膏身上带了红buff的 要去找山极哥 山极哥 顾忌重施 再次TP想走 有血手的 Rookie的防干 意识还是很强的 对 他这个位置 没必要过河道了 可以跟队友会合 IP选择动一下这条龙 看一下能不能把 弗兰多的TP给逼出来 但实际上打这个龙 也很明显会别的伤 也确实交踢了 交踢了 这面想去找路了 倒勾倒住了鳄鱼 急涌过来 急涌住鳄鱼 太阳耀班 打住missing missing会比较的危险 的小鱼已经被打成了 红色帮炮口体系 状态太火热了 但是飞机 雅膏划沉过来 自己比较危险 做了一个脸对脸的输出 双方打力波一换一 暴女飞机杰斯 一人给一炮 鳄鱼现在几乎是个半血 侧衣 没开到 太阳耀班没能开到 超线爆铲 虽然说开出来 真的是有闪的呀 同时徐公所 徐公所的优命中了 如了 只能说对于京东来说 万幸的是这场不是 水龙魂啊 不然可能会更激烈一些 嗯 强壮激光 减速的牙膏 牙膏被迫 瓦尔基的服装往回 手段相当困乏 对 开弹距离太短了 开不到它 哎这里牙膏 牙膏被打闪了 亮TP牙膏 半血很危险 蓝牙膏 闪现咬住 红色大队咬住牙膏 牙膏被秒了 如而也被点掉 这甚至有可能是一波的节奏 下路的兵线已经迫在眉睫 乐言再去追迷紧 正面可能要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盛强哥也要被辅助给收掉 最后仅活下卡纳威 亮起TP 落地是上路 卡纳威必须赶紧回家 去接手到后续的兵线 活了野斧 但是只剩下野斧 这期限手段相当的疲软啊 是的 高高 怎么在关键的时间点突然困了 是的呀 牙膏啊 这场比赛再次犯错 现在NIP想抓住这个机会 他们想一波 是的 而且这个小兵似乎有点心态叫 梦多呀 现在只需要盯防住 对方不来正面骚扰 正面去推他就可以了 推基地的速度是相当之快 野斧二人恐怕无力阻止 NIP推进的脚步 NIP期后赛连过两关 我们恭喜他们 拿下这场决胜决 NIP期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